好久不跟大家讲蟹爪兰了 然后呢 转了很多的地方 我发现我们青州竟然还有如此华赛之苗情 这种苗情我只有在北京见过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饱满 这种花苞呢 它基本上是不会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像养蟹尔兰呢 基本上大致分为两个派系 一个南派一个北派嘛 北派就 北京山东 南派的话就江泽沪跟那个 福建 还有那个广东啊 可能福建养的稍微多一些 而南方呢 他们长出来的花苞会匹变的比较多 但是呢对于咱们北方的花肉来说 入盆里面养的时候呢 可能就差那么点意思 抵抗力要略要差一些 而北方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个很壮黑壮黑壮的 用到的土呢也是进口的泥炭 非常挖菜的苗情上面的花苞都很大很牢固 你这么掰他还不不爱掰掉 而且哈 他还是一盆三色 太哇塞了这个苗情 好了接下来话不多说说一下谢尔兰的一个养货 谢尔兰的他喜欢一个短日照的植物啊有的话 不能晒吗 这么那么他可以晒 他不喜欢长时间的一个强光暴晒 当然了你长时间强光暴晒也不会晒死他 会晒得很红 然后 这种枝条上面的叶片呢都会很薄 而且呢光有一根筋 就叫暴晒 所以说呢大家要稍微拿捏一下 光照这一块不用特别的强 就跟人一样你能承受多少就给他来多少就行了 OK没问题的 那个脸皮厚的除外啊 脸皮厚的别掺掺那个事的 浇水这一块呢 谢尔兰虽说 啊 他是一种类似于多肉的一些个植物 跟那些长什么的也都是表亲 但是呢 这个东西缺了水以后 他也容易出现那个叶片的一个干笔 时间长了也不行 所以说呢相对于其他多肉来说呢 您就把它当成一种薄叶类的多肉一样就比较OK了 他还是叫 你得用一个比较法 你如果说跟那种其他的草花类的比较 他那太耐旱了 你要跟 那种景天克的多肉来说 那就 他实在是太不耐旱了 所以说介乎于他们之间 干了以后也记得浇上水 用手摸一摸 摸一摸盆土 如果说干了的话呢也及时补上水 通风一定要好一点 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 谢尔兰呢 我给他称之为叫啃老竹 好几年前我就跟大家说 他为什么叫啃老竹呢 因为他下面的一个根系它是有线的 而且枝条啊 他是拼命的从上面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 也就是说一变二变四 四变八变十六 十六变三二变六变六变六变三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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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变到上面以后呢 他下面的根系其实没有那么强 只会让本体来受伤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显得枯萎啊 各种不好啊 很多花肉开始着急了 所以说呢 大家要适当什么呢 控制它的长度 你像我这个如果说开完一步花呢 我会选择适当的掐尖 掐一到两个叶片下去 把高度稍微控制一下 掐下来的呢 还可以去牵插 这玩意很好活 摁到草土里面基本上半个月就可以长根 一个月就成活了 然后两三个月就能开出来花 就那么皮屎和好养 用土这一块 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用进口的那种泥碳 有的话说你天天从洋没外的 不是说别的 只因为如果说咱们从地上挖土的话 那就非法采矿罪 你要偶尔挖个一产 一产两产可能无关痛药 你要我鼓励大家都去 是吧 那这不就 哎教唆犯罪了吗 所以说 建议大家呢 你就椰康啊 松针了 还有这个 辅业土了 还有这种 进口的泥碳土了 腐质土之类的都可以 都OK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不要积水 不要用那种 浇了水以后 存在盆里面的那种 再一个呢 夏水兰它的耐低温能力很有限 尽量的还是保持在零度以上 我个人建议最低温度在5度以上 你要再往下冷了 它也不涨 您到时候又浇水又施肥的 还给它整的不好 用肥料在一块呢 磷酸二氢钾为主 好吧 来点沸肥或者说通用型的肥料 都可以的 行吗 总的来说养护起来还是比较简单 如果说肥料还怎么明白 就选个通用型的 但能俩比例 就能通用的 好了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夏尔兰其他养工集 视频要留言 我老花一 养的最短 也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来 嗨 嘿嘿 嘿嘿 好